我们回来看美国的疫情 刚谈到了 美国疫情很严峻 严峻到连川普这个死爱免子的 都打电话给文在寅了 那我们来看到 病毒不止攻陷了纽约 加州 华盛顿州 让全美的疫情出现升高的情势 连美军也被攻陷了 美军防线被攻陷之后 五角大厦发了紧急命令 冻结海外美军行动60天 中国有没有可能趁虚而入 当然这个冻结行动 也先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一回事 其实没有想象大家那么可怕 真的要先讲 它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美军全球部署 所以全球部署的情况下 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有很多人可能今天我接到人力 我接到人力 明天4月1号 施某人要去法兰克福的空军机器报到 这个时候你现在就不用急得去 有可能朱大街的一个人令 4月1号要到罗斯福号上面去报到 他就要可能从美国西岸搭个飞机 经过台湾然后飞去马尼拉 这时候你也不用去 就乖乖站在家里 但是为什么媒体写说 因为疫情对战备造成了影响 病毒对美国的危机 至少三个月 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其实就是美国的国防部 他其实有做了一个新的宣布 前天做了一个新的宣布 宣布什么事情呢 他宣布就是美军在全球的演习 要那个暂停 也就是说如果今年年底 这个今年已经计划这些大演习 目前来讲就继续不要走下去了 那可能就以暂停 或是要延到明年春天 夏天再做 那当然其中也有一个例外 还太平洋演习 他还太平洋演习 今天他已经 就是说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 他说目前太平洋的 这个还太平洋演习 还是按照计划走 我们会发给各国邀请书 邀请他来 那各国就衡量他的状况 决定要来参加一些 什么样的科目 或是派多少人来参加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病情变化很快 会不会等到再过了一段时间 连还太平洋演习 都受到影响 这个我们就很值得观察下去 不过其实这个部分来讲 对美国来说 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是 的确他在三个月之内 第一大演习不做了 甚至于到年底 大演习都不做了 他是不是有在裁军 对 其实后面 我们要讲到裁军的部分 就是说第一 他现在大演习不做了 另外就是部队 就目前位置来做 相关的一些训练 还有那个卫序的任务 但是其实比较让大家注意 是前一阵子 美国海军部 他宣布了一个新的计划 是什么呢 美国的陆战队要大裁军 美国陆战队大裁军 他包括他现在的M1 A1的主战车 后面下一代 美国陆战队没有主战车 为什么呢 过去你看到 美国的这个陆战队 他由于是要负责去 登场滩 登陆 所以其实美国陆战队 也有M1主战车 但是他现在下一代的 这个舰军的概念 完全改变 你看像这个HIMAS 变成非常重要的一款武器 HIMAS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短程 地对地的一个飞弹 它的射程其实并不长 大概差不多是500公里上架 它有点类似像这种炮兵飞弹 这种等级这样一个火箭 它300到500公里这样一个射程 那这个东西呢 未来陆战队想要买它 为什么 因为陆战队其实也牵涉到 整个陆战队 它的这个两栖登陆兵力的 一个大调整 像我们过去看到 美军的两栖攻击舰 像最近不是常常 大树攻准美利坚号吗 但是美利坚号跟它之前的 SX级的美军的两栖攻击舰 就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现在看到 美利坚号在海上航行 它最新的一艘地利玻璃号也出来了 但是这个美利坚号 它跟过去的那个船 很大不同就是 它后面已经没有那个船屋甲板 也就是说 它原本过去一艘两栖攻击舰 可以带好几辆战车 好多的装甲运兵车 然后借由我们讲到抢滩登陆 LK气垫登陆艇开出去 很快的 70公里开过海面上 然后另外它也可以透过 包括像水路两栖登陆战车等等 上去 但是对不起 这些东西 以后在美利坚号上 从都没有了 反而是像我们看到 像这个圣安东尼奥级 它还配备了 这个我们讲到就是船屋 也就是说以往过去 美军一个两栖战斗群出去 要有一个两栖攻击舰 然后搭配像我们现在 头上看到的 圣安东尼奥级的两栖船屋运输舰 还要有这种包括像 两栖船屋登陆舰 但是现在运载量最大的两栖舰 没有船屋了 没有登陆的部队了 它要全部靠直升机 还有余音机把部队送上去 那两栖船屋运输舰 跟两栖船屋登陆舰 能够登陆的车辆 就我们刚刚讲到 像刚刚我们前面看到 HIMARS用提升火力的方式 让美军的陆战队 能够快速用火力投射的方式 去进行两栖登陆作战 它这样一个调整的意义 其实跟过去美军 一个大规模登陆作战的想法不一样 变成说它专注在什么 专注在这种岛屿的争夺战 也就是未来认为 跟真正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的 是这种类似像岛屿的 这种小型的两栖登陆作战 让美军可以快速到这个地方进行部署 然后把火力的装备带上去 然后用火力阻绝敌军 好 但是我们知道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军力部署 是保持在一个恐怖平衡 对 双方都很怕 这你必要你命 所以我们来看到新闻谈到了 就在美军被病毒攻破防线的 此时此刻 解放军竟然在秀Muscle 公布了67张新的宣传照 而他所公布的是火箭军 多弹头载入 我不晓得这是什么照片 特别是共机又飞入了 日本韩国的识别区 让日韩都好紧张 没错 因为这次大陆我们先讲 大陆先飞到日韩的识别区 他是从东部战区基地起飞 然后由东海 他沿着就是日本跟韩国之间 他们两边的中线 然后飞进日本海 然后他这次去的飞机很特别 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我们讲到这种运巴 这种高星型的这种电战机 也就是他去飞这一趟 主要就是要去收集这个电战参数 我来了 你们大家要拦截我或干嘛 开雷达招我 欢迎欢迎我来收集你们的电池参数 还有去听你们彼此之间 怎么来应对我今天飞这个航线的时候 你们所有这个紧急应变程序 我要统统把它听起来 我要统统把它录起来 然后电池资讯把它收集起来 其实说真的这个部分来讲 它可以说是它例行的电池 就是征收的一个部分 但是其实大家比较注意到火箭军 火箭军是什么 也就是大陆的二炮部队 二炮部队配备什么 这个东风的短程的 然后一字头的飞弹 东风二字头的中程的飞弹 还有三字头跟四字头的长程飞弹 特别像这次它有一个什么 多弹头载入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就是我们讲到 他们东风31或东风41 因为像这样一个地对地弹道飞弹 它上面不可能那么大一颗飞弹 然后上面只弹一个弹头 所以它都是有多弹头的 也就是它这个多弹头 它发射出去以后 一枚飞弹进入大气层以后 经过地球轨道运行 等到到敌人上去的时候 我一个一个一个把我的 叫重返大气载去丢下去 一个重返大气载 就代表一个核弹头 所以它其实就是多弹头载入 就是它今天一颗 像比如像东风3C或东风4C 它可能一颗像绑个好几颗弹头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重新进入大气层 说真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魔鬼终结者里面 看到那个审判日的来临 那其实是很可怕的 所以就是借由这个方式 告诉今天所有想要 获选摸鱼的 你不要开玩笑 我还是核武大国 所以它故意po那个照片 对 就是要强调 它本身现在具有 这个核子攻击 跟暴富打击的能力了 也因为这样 所以老美也怕中国以为说 我现在有病毒 我会影响美军的战力 所以老美反而故意 昨天又来台湾绕圈圈 它绕圈圈这个部分 其实你看到它那个地图的部分来讲 它是神盾舰 一架EP3电战机 然后搭配着我们看到 就是美军的一个 麦坎佩尔号的一艘神盾驱逐舰 神盾驱逐舰 因为它美国要进行 它不是叫公海自由航机行动 所以大概每个月都会挑一天 来找一艘军舰 穿越台湾海峡 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 这次这个电针机 搭配行动就代表就是说 它透过电针机的行动 然后也去听 去看你大陆所有 对美国这条驱逐舰 冲过去的时候 有什么任何的举动 因为像这次美国国防部还说 这一艘麦坎佩尔号通过的时候 还故意派出直升机 有在上面做起降演练 也就是通常美国的军舰 通常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 通常是安安静静的 然后上面的飞机也不动 然后就快速的通过 但这次麦坎佩尔号 居然派了直升机上面飞阿飞的 所以大陆方面 也一定会有一系列的应变作为 所以这架一批山就在那边绕圈圈 我们讲那个叫跑马航线 去听对方怎么能做 所以它是刻意很高调 对 其实这次刻意高调 当然其实我们也很忙 同一个时间我们也很忙 这几天好像我们前几天也跟大家聊到 我们空军进行连续操演 其实在演的不仅仅是连续操演而已 包含我们讲到你看像战车上街 战车在哪里 这是在哪里 绿色很大一台 其实刚刚那张 这是在哪里出现 这个在宜兰 在宜兰 M60 战车就在马路上 在马路上开 比如说这张照片比较好玩是你看 那里面后面两部战车中间截 还部那个智晓科你知道 那个智晓科那个驾驶 说真的它已经开着胆子 皮皮错 因为你知道万一后面战车杀不住 把它往前一挤 哇塞 我跟你讲 战车上轿车 我们上次不是看到有那种镜头吗 那轿车就扁了 所以说真的 战车会杀不住吗 战车还真的杀不住 你千万在马路上看到车车 不要跟它飙车好不好 战车要杀车 它那个停的距离 比一般的轿车要长很多 所以看到战车离它远一点比较好 那我们看到 这次不仅仅是战车出来 还有包括像包括我们看到 这个CM31装甲运兵车 其实像昨天 不仅仅就是说 我们讲到看到 前面那个联想招演 还有包括像昨天 在台北大学 有一架OH-58跟H-64 就Apache战斗直升机 去那里干嘛呢 你看它去跑到台北大学的 台北大学 对 三甲台北大学的 那个棒球场 垒球场它去降落 干嘛呢 它去演练作战时的战区疏散 那边先准备好油 还有挂弹的人员在那边 它直升机要跑到台北大学 垒球场一降落 旁边的人就冲上来 帮它加油再挂弹 让它马上能够恢复战力 能够重新起飞 去执行作战任务 那另外我们像比如说 台北那个北投焚化路附近 也有很多卫装网 照起来的CM31 那个云豹装甲车 到处部署 然后也演练 就是我们 我们刚好是战备岳 战备岳的战备州 所以战备岳战备州 各军区 就是我们现在几个军区 我们是北中南东 四个防卫区 所有部队就要出来 到阵地 然后进行一个演练 好 你讲的我都觉得好紧张